字幕提供 我们现在给大家分享佛教心理学 然后这个佛教的心理学 要从四升低开始讲起 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完整一点 说得会清楚一点 那么这个佛教的四升低 这个里面有佛教的 也可以说是整个的佛教的心理学 或者还有一些佛教的修行 这些都在这个里面 但是我们这一次 就不会讲佛教里面的 其他方面的修行 我们只是讲佛教的心理学 这个部分 那么佛教的心理学 那我们就是从四升低开始讲 四升低开始讲的话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四升低是什么 什么是四升低 四升低 有四个 所以叫做四升低 然后神是什么意思呢 低是什么意思呢 这三个字我们分开 简单地介绍一下 首先它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所以叫做死 圣 就是说这个里面的圣 就是圣者 圣者 凡人和圣者的圣者 然后低 低就是真实 真实 那么我们这次讲的这个四升低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整理呢 就是因为圣者 他们的智慧 看起来世界的真相 就是这样子 我们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去看的话 世界的真相 有些时候这些四升低里面的 有些是我们的 从我们翻腐的角度看 也是这样子 但是有些呢 我们的 从我们的水平 从我们的角度去看的话 不一定是这样子 但是从圣者 他们的角度去看 他们的角度去看这个时节 的时候呢 时机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 所以叫做低 佛教里面平时讲两个低 一个叫做二低 一个叫做四低 这两个部分呢 是佛教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内容 不关是他的理论基础 还有就是他的修心的方法 都是特别的 对这个四升低和二低是特别重要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们首先讲这个四升低 佛教就是通过这个四升低 来看这个时节 然后呢 这个当中的有一部分的内容呢 就是他的这个 有一部分的内容是他的心理学的 这个部分 那么他的心理学的部分 跟这个四升低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从一个人的角度 讲人 首先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组成 构成的呢 首先当然第一个 是人的这个 肉体 这是一部分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人的精神 人是有肉体 或者物质和精神 这两个东西构成的 所以将这个 比如说去了解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过程 或者是了解人的生命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就是要 一个是从物质的方面 另外一个呢 从精神的方面 主要是从精神的方面去讲 那么这个当中啊 这个四升低当中的第一个 就是苦低 第一个就是苦低 那么佛教里面呢 讲这个 苦低 那么苦低它为什么要讲 什么是苦 我们接下来 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 首先第一个啊 佛说四滴经 佛说四滴经 那么这部经 不是很多 只有基业 那么这部经是 好像是藏传佛教里面是没有的 这个汉传佛教里面 有这个佛说四滴经 但是那藏传佛教里面呢 他没有把这个佛说四滴经的内容啊 就是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单独的这个佛经 但是这些内容呢 非常非常多的佛经里面都是有的 那么这个佛说四滴经 这个里面是怎么讲的呢 就是佛说 尽为说四滴 佛今天 给大家讲什么呢 佛就是说 我要给大家讲个这个四滴 何等为四 这个四滴是什么呢 一为苦 就是这个叫做苦地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一为苦 二为戏 那么 普通的佛经 有一点点不一言 不同的用词 这个当中呢 习 习就是什么呢 习就是 佛经里面就叫做戏银 戏国 实际上就是因果 前世的西齐 留下来的某种 种子 在这一世当中呢 就是发挥了作用 它就变成了国 或者是说 这一世当中 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某一种 这个西齐 或者是某一种我们的 这个 言行举止 它就导致了另外一个 它就引发了 另外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前面就是 西银 后面就是西国 就是因和过 这意思 然后呢 其他的 另外的这个佛经里面呢 一为苦 而为继 就是集合 集体的继 那集体的继 是什么意思呢 也是实际上就跟这个 一个意思 佛教里面人为 比如说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 任何一个事情 任何一个事情 他的这个 单身或者他的法身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因和缘 很多的因缘 组合的时候 然后就会发生 某一件事情 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事情 它并不是就是一个单以的行为导致 一个单以的这个因导致 就这个里面有很多非常复杂的 尤其是客观的 入观的 或者是客观的 或者是显示的 或者是过去的 很多的这个因和缘 就成熟的时候 然后就是产生 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一朵花 需要 比如说一朵花的这个生长 那就需要这个种子 土壤 水 食毒 食毒 稳毒 时间 等等空间 等等 这么多的这个银和缘 几何 才让一朵花生长 这个并不是说某一个单以的某一个银和缘 让它产生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我们 有些这个因缘是我们看得见的 有些因缘是我们看不见的 反正就是看得见看不见的 很多很多的因缘 就是集合的时候 然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就会发生某一件这个事情 所以叫做集 而为集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当中呢 对 先我们说这么多 这个二为习 好 散为井 井就是什么呢 通过修心 通过修心 把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比如说 愤怒 这个 这个 谈 就是用佛教的话 讲就是 叹嗔 无毒 那么这些烦恼 全部通过我们的 修心 短除了 掺除了 这个叫做经 所有的这些烦恼 都已经全部断掉了 全部断除了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 最后的修心的最高的境界 这个也叫做解脱 也叫做涅槃 涅槃解脱 实际上什么是涅槃 什么是解脱呢 非常简单 这个大乘 静庄言伦 有一部这样子的 非常为重要的一部这样子的 那这个当中呢 也说 这所谓的解脱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烦恼 和我们的野章 就是 就是断掉了 断掉了以后呢 断除了以后呢 没有了以后呢 这就叫做解脱 所以呢 换一句话讲的话 那么第三 就是解脱 这个就是最后的目标 最后要大道的这个目标 境界 散为经 四为道 那用什么样的方法 大道 这样子的境界呢 那就是道 四为道 那这个道 跟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呢 道家 这样的道 跟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佛教的这个道 虽然用道这个字 但是呢 有不同的这个意义 这个我们下次 要这个 进一步的 可以去讲解 那么 这个就是 佛经的 一句 这个四圣地 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佛所的 这个这样子的意思 那么佛教的 从什么地方讲的呢 小乘佛教也讲 大乘佛教也讲 密宗也讲 所有的佛教 都在讲 四圣地 然后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 那么这四圣地的 左拥是什么呢 四圣地的左拥是什么 我们怎么去用 刚才我们看到了 佛经里面就讲了一个四圣地 那这个四圣地的 引用的方法是什么 什么时候用 那么四圣地 这个 这句话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句话 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大乘佛教的 有一部佛经 叫做宝行轮 主宝的包 本心的心 宝行轮 那么这个宝行轮是 这个宝行轮 是不是佛讲的经 这是后面的 有一个叫做无助菩萨 特别了不起的一个菩萨 他写的轮 就叫做宝行轮 那么这个 寒传佛教里面 也有这个宝行轮 藏传佛教也有宝行轮 但是呢 汉传佛教的和这个 藏传佛教的这个宝行轮 就是有比较大的出入 出入在那里呢 就是它的内容是 那个 它的内容 它表达的意思上面 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呢 藏传佛教的这个宝行轮 它是比较完整的 然后呢 汉传佛教的宝行轮呢 这个当中只有一部分 只有一部分 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很多佛经都有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当初的引读的 它本那个 那个 翻文的 那个原告 上面就有这样子 有些是长 有些是短 所以呢 就是他们不同的人 去翻译的时候呢 他们用的 引读的 翻文的这个 最 那个 最开始的原告不一样 所以就是 就是有些时候呢 藏传佛教里面的有些 少了一两个啊 一两节啊 有些时候呢 汉传佛教的这些 佛经里面呢 就少了一两瓶啊 这种情况是比较 比较常见 先说 先说这个 然后这个 是怎么讲的呢 首先它具了一个 比喻 这个四生 四生敌 我们怎么去用 它是 这么样的 引用的方法呢 首先就是说 如 如 就是下面这个 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就是一个 比喻 就是它用一个比喻 来让我们 明白 这个四生敌 到底 是怎么用的 首先说 我们生病的时候 去找医生 给我们看病 那么医生是怎么样 给我们看病的呢 如 就是一个比喻 病 营治 首先第一个 我们自己要知道 我们 有 这 身体 生病了 如果说我们 比如说 我们不知道 就是身体呢 就是已经 就是 非常非常不健康 亚健康 或者是 非常的不健康 但是呢 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这样子的话 也许 指导的时候 就根本就 没有办法去治疗 没办法治疗 指导的时候 已经什么都完了 什么都来不及了 有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 病 因 直 第一 这三个字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 健康的时候 亚健康的时候 或者是 生病了以后呢 就是有 潜在的 这些疾病的时候 要知道 这个时候 我们的身体 是不健康的 必须要知道 那么如果 这个时候 我们以为 我们是健康的 没有什么疾病 这样子的话呢 然后就不去 治疗 不去治疗 不去体检 那不去体检 这种情况下 就拖很久 一天 就是 就真正的生病了 实在是 就守不掉了 就找医生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一切都完了 所以这个时候 都来不及了 所以呢 病因直 比如说 我们有些人呢 特别地害怕 去做体检 很多人都不去 做体检了 为什么不去做体检呢 因为害怕 医生会说 有可能会说 你就是 哪里有个什么 这个 癌症啊 然后就是 可能只有一两年的时间 几个月的时间 他也有可能 医生告诉你 这些事情 这些怀的消息 所以很多人都不讲 我就不敢去 面对这些啊 所以很多人 不去这个 这个体检 那这种情况 是佛就觉得 这种情况是不对的 要面对的 该来的 总会来的 所以呢 你必须要知道 反正有病的话 你就知道 自己的身体有病 这样子是最好的 所以 就是 要去 要去 观察 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 是不是健康的 就要去体检 这个就是 我们平时 就是这样子 这是比喻 淫止 病淫止 这个要知道 知道了以后呢 才能够治疗 所以 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看得 看得出来 有一个问题啊 佛经里面 很多时候 就是讲这个 人生痛苦 人生痛苦 轮回的痛苦 讲得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呢 轮回当中的 这个幸福和快乐 它讲得多不多呢 轮回 幸福快乐 也有讲 但是讲得不是很多的 主要就是说 这个 轮回 里面的 各种各样的痛苦 比如说 我们的生命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痛苦 挖出来 然后呢 就讲给大家听 生老病死呀等等的 生老病死 大家都知道 尤其其他的 我们平时不太知道的 这些 全部的这些 痛苦 挖出来 然后呢 给大家 讲 但是他挖出来的时候 讲的这些痛苦呢 其实是实际上 真实是这样子的 他没有这个当中的 没有任何的 这种 夸大气词 这样子的事情 讲的都是真实的 但是呢 他把所有 我们平时想不到的 这些全部 挖出来 讲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不是就是 特别消极啊 特别悲观啊 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 我们比如说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一个人 他就经常 盯起地去体检 然后就是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他就去治疗 他有这个信心 只要我身体 这个 造一点指导的话 那么这些病 都是可以治的 所以我不害怕 所以我每年都去 这个顶起地去 这个体检 这是一个态度啊 那另外一个态度 是什么意思呢 另外一个态度 好多好多年 都不去 这个体检 就是怕 就是怕 所以就是 特别的 就是害怕医生 说你有什么样的 这个 绝症啊之类的 所以就是不去 那么这两个 我们大家看看 这两个 谁的态度 是积极的 谁的态度 是消极的 我们一下子 就看得出来 这两个当中啊 哪个是积极的 哪个是消极的 哪个是乐观的 哪个是北观的 因为这个 不敢去做 体检的这个人呢 他是比较北观的 他是比较小极的 他就这样子 一直都回避 但是呢 回避呢 能回的 会回避吗 不能回避 没办法回避 所以他这个 就是脱鸟政策 就是就自己觉得 就不去体检就好了 但是呢 这个不解决任何的问题 好 我们现在世俗的 这种 对整个的这个 这个轮回 或者是对 整个的人生的态度 我们绝大多数的态度 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 击毁死亡 大家觉得不吉利 不要说 不要叹 不敢叹这个死亡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这种 这种态度呀 就是因为不敢面对 但是不敢面对 他就是不是不会来呢 当然不可能啊 不敢面对 也是没有用的 机会也是没有用的 怎么都没有用 他改来的时候 都会来的 然后这个 轮回当中的痛苦 也是这样子 人实际上 确确实实 就有这么多的痛苦 但是呢 我们不敢去看 这个痛苦的这一面 我们永远都喜欢 去照一点 稍微快乐一点的 就稍微仰光一点的 东西去看 就是把这个痛苦的 这一部分 我们尽量地回避 或者是去忽略 但是呢 毁逼有用吗 没有用 的这个 毁逼能毁逼得了吗 不可能 忽略有用吗 没有用 更加的 这个就更加 这个可能是 导致更多的问题 所以 那么 佛就是说 这种 这种是特别 小鸡的 这个做法 你这样子 逃避 这个是 没办法逃避的 所以你一定要 去面对 你一定要知道 现在是通 现在我们有 各种各样的痛苦 但是这个 不是悲观 因为 知道了 人生痛苦以后呢 你一定会去找 解决 痛苦的方法 然后呢 你也一定会找到 解决痛苦的方法 所以这个才是 真正的 积极的态度 积极的态度 这才是 乐观的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 比如说 我现在知道 我身体有病 但是我很乐观 没关系啊 我可以治疗啊 治疗了以后呢 会健康啊 那这不就 一个很积极 乐观的态度吗 另外这种态度呢 就特别地 小极悲观 他就觉得 我去体检的话 医生会告诉我 得绝症了 得了绝症以后呢 那又怎么怎么样 等等等等啊 那这些都是 实际上 他根本就没有去体检 不一定是这样子 但是他自己认为 是这样子 所以就不敢去面对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是觉得佛教 就是在叫我们逃避的 根本就不是 佛教是叫我们 去怎么样 面对这一切事情 生命当中的一切事情 佛制造 这个生老病死呀 还有我们轮回当中的 各种各样 逃避 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只有去面对 但是呢 面对特别的 这个面对的时候呢 有不同的态度 人生的态度 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所以 面对的时候 如果你有个好的态度 去面对的话 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 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但如果你没有 这样子的态度 你这是一个 非常悲观 消极的态度 去面对这些东西的话 那确实是 面对不了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第一个 知病的时候呢 首先要知道 自己的身体 有病 所以就是 病 因知 病 是应该知道的 不要挥逼 去体检 这意思 然后 知道了以后 这个是讲什么呢 这叫做 这个 病 因 治 这个是 苦底 就是说 人生苦 没关系 你知道 哭就好了 第一个 然后呢 因 许 短 这个是讲什么呢 这就是讲这个 刚才我们前面 讲的 习底 或者是 记底 那 身体的 不健康的因素 是什么呢 不健康的因素 比如说 生病的原因 是什么呢 这个要找到 照到了以后呢 把这个 阴 让身体不健康的 这个因素 就是 这个是 比如说 阴是 微生不对啊 或者是 其他方面的原因 那么这个 就要断掉 这要短 但是前提条件 你要知道 你生病了 你生病了以后呢 你才 知道了生病了以后呢 你才去 寻找 这个 解决的 第二个呢 你就会找 我是什么原因 生病的 然后这个原因 照到了以后呢 你就会想办法 把这个原因 这个病因 断出 这样子不就是 恢复健康了吗 所以 这个 因许 断 如果你不去体检 你不知道身体有病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也永远也不会去 不会去思考 这个 疾病的因素 更不会去思考 怎么去 断掉 这个因 这些都不会去思考 所以呢 第一个 这个 病 因 之 这叫做 哭敌的 这是哭敌的比喻 第二个 因 必须要断掉 这个是 气敌的比喻 第二个 乐住 乐住就是一个 以前的一个 表达的方法 实际上用现代的语言 那就叫做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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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得 乐住 当得 意思就是说 健康 要活得 我们要活得健康 这个意思 首先第一个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有病 第二个 去招 兵营 兵营照到了 把它断掉 断掉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是 健康了 得 当得 就是我们要 得到健康 那么 得到健康 刚才讲了 兵营要断 要得到健康 用什么东西来断呢 咬 党 移 我们要依赖 药物 依靠 药物 这是哪个的比喻呢 这就是 导 导的比喻 导的比喻 通过导 通过修导 把痛苦 消灭 同样的 我们 依靠 咬 然后 断掉 兵的 根源 病的梗源 然后病的梗源 断掉了以后 然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 乐助 或者是健康 就得到健康 那前面的两句话呢 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比喻 这是我们大家 日生生活当中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 比喻 接下来 他就讲 这个 斯蒂 斯蒂 实际上就是一个 一个人 发现自己的身体 有病 然后呢 去找这个 病的梗源 去吃药 最后 减康了 就这个 过程 这个过程 实际上 就是 枯鸡灭 灶的过程 这意思 然后 首先 第一个 枯银 枯银 枯灭 辱食 道 枯银 是什么 枯银 就是通枯的银 我们今天这个人生当中 比如说 圣老兵死等等 这些的 同枯的 硬 是什么 那么 这个就是 这个 我们前面 讲到的 硬 就是 喜 或者是 这个 急 这个我们继续会讲 枯银 然后呢 枯银和酷 这两个都要去灭 灭掉 同枯和通枯的银 都要灭掉 小灭 然后灭 灭 这个是什么呢 灭是 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这个 解脱 解脱 然后呢 辱食道 道 后面这是道 那这三个 银 后面都要连接起来 后面的一句话 银制 银制是什么呢 银制是 苦银 枯 或者枯 我们要应该知道 应该知道 痛苦 现在人生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 痛苦 银制 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知道的 如果我们 这个不知道的话 我们盲目的 就是觉得 人生很幸福啊 一切都是 一番丰富 那未来都是 非常的 这个光明啊 这个阳光啊 那这么想的话呢 就有可能是 自己起人 人生当中 有一些苦 是我们是 没有办法 这个 回避的 比如说 一些圣老宾司啊 等等一些 基本的痛苦 你不管是 有钱的 没钱的 有权利的 没有权利的 反正你就是一个人 就是你拥有这个 肉体构成的 这个神体啊 那么你得要 面对这些东西了 所以呢 所以你就不要回避 就是佛就是说 大家不要回避 大家知道这个就好了 这个特别重要 你不要盲目的 去拒绝 你不要盲目的 把这个轮回啊 人生啊 美化 就是盲目的美化 这个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叫它施敌 接低气 用现代的话来讲 接低气 你不要以为 这么好 人生就不一定 有这么好 但是你知道了以后呢 你有办法 把它变得更好 如果你就是 不采取任何的措施 就盲目的觉得 人生很好 很幸福等等等等 那那么 生老病是来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你有这个心心 有这个心态吗 没有这个心态的 但是这个时候 是我们任何人 都没有任何的办法 所以早一点的时候 你就对这个时节 对我们的人生 有一个正确的人事 痛苦就是痛苦 幸福就是幸福 分得清清楚楚 不要说 这个我们人生 是这个 生命是一帆风顺 或者是人生 未来都是光明 这不一定的 未来我们会越来越衰老 衰老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得 各种各样的病 那最后就是死亡 这不就是自然的规律吗 那么这个 怎么可能是阳光呢 所以 这些事情 也不要抽花 也不要美化 我们就是要 就是这个要 就是要证实 就是要去正确的人事 这种 所以 就是说 应职 你要知道当下的这个情况 痛苦就是痛苦 幸福就是幸福 佛 也没有说这个轮回当中 没有幸福 没有痛苦 没有幸福和没有快乐 有幸福有快乐 但是呢 更多的是 这个 痛苦 这个要知道 知道了以后呢 知道了以后 下面有办法解决啊 所以你就不要这么悲观 不要以为这个 这是我们自己自我讨罪 或者是我们用某一个东西 来骂罪自己 然后就是 就痛苦呢 我们就尽量地去回避 这种人生 其实就是一直都是在逃避 最终是逃避不了的 逃避不了的时候呢 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然后精神崩溃 肉体崩溃 各方面的崩溃 那其实这个就不是一个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面对生活的方法 这个是不对的 痛苦 人生当中有很多痛苦 这没有什么可怕 你就真 有一个正确的人士 就正视它 不要去回避 所以呢 苦 这我们给后面的这几句话 要对应 苦 要阴智 就是要阴智 哭印 不是后面的哭这个字 哭要阴智 应该知道 我们要应该知道 这个人生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痛苦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比如说 很多人本来就是很焦虑 很愚闷 然后呢 我们又把这么多的人生当中的 这些本来我们没有 想到的东西 挖出来给大家说 那不就是更加的愚闷吗 不是 之前和这个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 之前呢 我们就没有什么 真正的解决的方法 所以呢 尽量地就 能不想就不想 能不说就不说 这样子就是回避 但是这个不说 可以不说 不想可以不想 但是该来的时候来啊 那不说就不来了吗 所以 不一样 现在比如说 你知道了人生痛苦 没关系啊 人生痛苦以后可以解决 可以解决啊 这个解决的方法 我们自己可以去学习啊 学习了以后呢 可以 提升自己的生命的级别 所以啊 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 面对啊 积极面对人生的一个态度啊 所以苦啊 营致 应该知道啊 不想害怕 你面对啊 知道啊 你要把人生当中的所有的 就即将 有将来有可能发生的 或将来一定发生的 比如说像衰老死亡 这样子的事情 那你要知道啊 知道了很多人 很多很多人觉得 我害怕 我不想知道啊 没有 这个你害怕 不想知道 不想知道 这个不解决问题 不想知道 以后到时候 你要面对的时候 更加的 更加的痛苦 所以现在知道 就没有什么害怕 现在知道了 你就可以去 这个去采取措施 所以这个苦应之 好 然后呢 酷应 第一个字啊 酷应 跟后面的第二个字 第二句话 第二个词 要对应 酷应 应 短 酷应 应 短 就是说 我们 只是知道人生很痛苦啊 天天都觉得人生很痛苦啊 没有意思啊 胜老病死等等等等的 那这个真的是 小极 悲观 掩食 这个 这种心态呢 那么就是会导致 很多很多的 这个身体不健康啊 心理不健康啊 就会这样子 所以 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 制造了这个病 然后病的来源也制造了 制造了以后呢 然后再去寻找这个 来源 这个兵营的 解决的方法 找到了以后呢 那你一点都不害怕 你也对未来是充满了信心的 为什么呢 未来是什么样子 完全是我可以 我可以掌控 然后呢 未来 会 生老病死一定会发生 但没关系啊 我有面对的方法 我有面对的方法 我有我的方法 去面对生老病死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根本就不会去 击毁什么死亡啊 这些啊 那死亡就是一个 生命当中的一个 正常的 这个 他的一个规律 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所以这些都是 可以解决 可以 这个 控制的 可以控制的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根本就没有 没有那么 没有必要那么去跑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枯引 引短 我们要把人类 通货的梗原 应该去 断掉 断掉 然后 断掉 然后这个 引除 引出是什么意思呢 出就是一个 翻译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问题啊 实际上 应该是什么呢 活得 这个意思 活得 活得什么呢 活得 滅 库滅 就是库滅 库滅了以后呢 就是健康了 通过灭掉了以后呢 这个是健康的状态 这健康 要 引 获得 这 引 获得 这意思 除就是 接触 我们接触到了健康 就这意思 比如说 我们的手 接触到了某一个东西 就是通过这样子 我们的身体 要接触 健康 实际上 简单 这样的话 我们要获得 应该得 健康 得 就是这意思 然后这个后面的这个 银 这个字呢 也要 跟这个后面的 修 这个字 连接起来 也就是说 应修 应除 应修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活得健康 那就得要修 如果不修的话呢 那不修的话 那就没办法 断 这个苦银 如果不断掉苦银 那就不能 那就不能这个 解足 不能拥有健康 所以得修 应除 因活 因活的健康 为了活得健康 应该去修 这个意思 好 这四句话 前面的两句是 比喻 后面的两句是 这个 是这个 是 四生地 四生地的 四生地的意思 这个就是 它就是 比如说 我们一个人 比如说 先去体检 发现了自己的 身体有病 然后呢 就是去住院 冬收入也好 治疗也好 治疗 然后 最后 健康 出源了 那么这个过程 就是 就是这个 苦鸡灭刀 这四个过程了 这个是我们 这个 佛经里面的 一个 对四生地的 一个解释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轮回的诞生 我们很多人问 轮回 第一个轮回 是怎么 怎么诞生的呢 很多人问 如果我们问 我们人现在 是轮回当中 那我们的第一个轮回 是怎么参生的 很多人希望问 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闻 贤宗 贤宗 贤宗当中 整个大乘佛教的 贤宗的经典 和校称佛教的 这个 在经典当中 这个是没有答案的 贤宗就告诉我们 这个轮回 是物事物种的 没有开头 没有第一个轮回 就是从无事以来 这样子来的 但密发里面呢 就是不一样 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其实是 你是从这个 从神度睡眠当中 怎么样回到 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过程 跟第一个单身 我们从神度睡眠当中 神度睡眠是没有直觉的 没有意识的 然后这个 没有意识的状态当中 怎么样产生了 第一个意识 这个原理 跟我们第一个 轮回这么单身 基本上是相同 当然也有 神度不一样 大概的方向 都是一样的 然后更 更接近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死亡了 死亡的时候 人就会进入了 这个昏迷状态 在这个中间呢 有一个特别特别 特别特别 这个短的事件当中 我们一般没有修心的人 就是像柳星一样的 这个瞬间就过了 我们一般感觉不到 但是有修心的人 可以完全可以 把这个阶段 可以放大 他们就知道 这个当中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佛心 佛心 这就是说 我们的所有的 这个衣士呀 阿雷耶士呀 全部停止了 全部停止 真正的就是 回到了灵 归零了 绝对地归零了 但是时间 特别特别地短 时间特别短 是绝对地归零 这种人的 人大家也知道 我们是宇宙里面的一个部分 以缘 然后呢 整个宇宙的云座的模式 就是这种模式 比如说我们的 周边的这些天体 每一个天体 它在自己的归刀上 比如说 它都是有一个周期 周期 比如说月亮的话呢 大概就是29天 多一点点 然后就其他的 比如说地球的话呢 那基本上 就是需要365天 母星 火星之类的时间 是更长 都是有一个 归刀上 都是有一个 它自己的一个 这个 走期的数据 这个数据 从零开始 然后呢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比如说 月亮的话呢 最后有归到零 比如说十五的月亮 比如说圆月的时候 比如说它是零 这样 或者是我们在天空当中 三十的时候 根本看不到月亮的时候 比如说它是零 然后呢 又就是一个 一个周期以后呢 它又回到这个零 就看不到的时候 然后看不到的时候呢 它又从可以看得到 然后最后又看不见 这样子 然后地球也是这样 其他的任何一个星球 都这样 包括这个我们的宇宙 整个的宇宙 银和锡 它也是有周期的 这个周期的数据 都归了零以后呢 然后又开始零 然后最后又会归零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子 自己也是这样子 我们的所有的数据 死亡的时候 有一个瞬间会归零的 然后从零 在下一个瞬间 我们没有修行的人 是感觉不到瞬间 就又可以从零开始 然后呢 又回到 又是一个轮回 这样子 这个时候的 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 怎么是 怎么参生了第一个仪式 这个就是跟轮回的 真正的源头 是一个原理 一个倒立 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一个突 就是现在了解一下 首先这个突 突的这个下面的 这种这个弦 蓝色的这个弦 蓝色的弦是什么呢 它是象征我们的活性 活性 佛性这东西呢 我们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肯定是一个什么 佛教的宗教的说法啊 改年啊 等等 很神秘啊 根本就不神秘 其实特别的简单 佛性啊 佛性就是我们的心 比如说我们的心 就是一个 现在当下 我们现在就是出于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一瓶水 非常混浊的时候 现在 那混浊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 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清澈的水 他看到 第一眼看到的水 就是浑浊的水 这样子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 水就是这样子 水本身就是这样子 浑浊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 清澈的水 他改年当中是这样 但是有一天呢 这个水啊 你放在这儿不懂的时候呢 它慢慢地沉淀 水就慢慢地变成了 这个清澈的 那个时候呢 他会知道 原来水不是这样子 水的本质是清澈的 这个时候他会知道 同样的我们今天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是浑浊的 有各种各样的烦恼 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 不知道我们的心的 真正的本来的面目 它的真正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就觉得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就是我们 平时我们呢 二十四小时当中 我们接触到的 或者我们感受到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心的本质 这就是心的本质 我们就这么认为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没有不觉着 有什么其他的心的本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接触到的 我们的自己的内心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有一天呢 我们比如说通过产修 然后把我们的心平静下来 然后呢 这些烦恼全部沉淀 沉淀完了以后呢 它就会出来了一个 它的真正的 本来的面目 本来的面目 所以我们大家 必须要知道 我们这个 我们每一天 我们看到的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 这些所有的东西 它们都有一个本质 一个本质 原来罗书 这个哲学家 罗书他有一个文章 我觉得他这个文章 写得特别好 他的文章的这个题目 叫做存在于现象 好像是存在于现象 那那个存在是什么呢 它的本质 它的本质 它的本身 现象是什么呢 现象就是 它的各种各样的现象 比如说 那么一瓶水 清澈的部分 是它的存在 它的真实 然后浑浊呢 是它的现象 并不是它的真实的存在 本来的面目 任何一个物质 任何一个东西 都可以用 可以用这样子来揭示 那我们的心也不离完 我们的心 它也有一个存在 真实存在的 本来的面目 然后呢 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又把它变成了 就是另外一种现象 它就有这样的两种 两种这个现象 那么我们的心 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这个佛心 大家不要因为 佛心是一个 一个什么很神秘的东西 不是这样子 佛心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 只不过我们母亲 还没有办法 直接接触这个佛心 好 原来我们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问 那这个我们的轮回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 这张秃的这个前板部分 都是一个非常直的 平静的状态 还没有任何的其他的 这就是一个直线 那这个直线呢 就是佛心的状态 轮回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就是这种状态 然后在这个中间 某一个中间 有一个地方呢 稍微就出来了一点点 这个蓝色的线 那么这个呢 就我们的在佛心当中啊 开始产生了 开始产生这个我们的意识 但是那个时候呢 意识还没有发展到 现在这样的意识 非常稀微的 非常非常非常稀微的意识 非常稀微的意识 这地方就是有一点点 蓝色的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佛心 这前面呢 就是除了佛心以外呢 没有任何的东西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开始产生了一点点的这个波动 那么这个波动呢 就是它要开始产生一条声音 或者是开始要出现一个意识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 比如说古真的这些弦 没有人去动它的时候呢 它不会发出声音 那么这个佛心呢 就是当没有人去动 这个古真上面的弦的时候一样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用手指头去动的时候呢 它就因为它的枕动 就产生了声音 开始产生声音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这个仪式呢 开始诞生了 那这个地方是轮回的诞生 实际上我们自己不知道 每24小时都在经历一个这样子的 然后呢 每一个人的 比如说一个人活无十岁 或者一百岁的话 那么每五十岁 每一百岁 他都要经历一个这个 大的 大的轮回 然后呢 小的轮回 每24小时都在 都在 都在 都在经历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 我们人也就是宇宙的一部分 刚才讲的 他宇宙的这种云作模式 跟我们的这种生命的云作模式 实际上都是完全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过来了以后呢 到这个的时候呢 然后啊 他就变成了就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呢 第一个出来的就有些光 这个世界还不存在的 就出现 因为他自己的生命仪式当中啊 他的仪式当中还没有什么世界 这个时候他看到的都有些光 比如说我们人死了以后呢 平时经验的人都有这个体验 死了以后呢 看到各种各样的光 那么这个是佛经里面几千年 也一千多年以前 就是这样的特别清楚的 那么这个我们 首先第一个看到的一些光 还没有形成这个世界 那光出来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的意识 这个时候意识已经形成了 这个时候呢 他对这个光产生执着 然后呢 这个当中呢 他就分离 光是塔 我在这儿 我在砍 光看这个 我去感受这个光 光是被感受的 我是感受着 产生一个这样的念头 然后呢 当下就产生了我之了 然后产生我之了以后呢 这就变了 然后就是形成了这个人 个体 生命的个体 诞生了一个生命的个体 然后 后面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轮回 轮回是这样子诞生的 这个也我们 这个心理学的 佛教心理学 我们了结的话 那么这个心是怎么单身的 这个是有关的 我们今天 看起来就是在讲 这个轮回 那轮回跟我们心理学 有什么关系呢 心理学 心是怎么诞生的 意识是怎么来的 意识的 这个意识流的过程 叫做轮回 轮回实际上 也没有什么别的轮回 就是我们一个心理的 不同的变化的过程 就叫做轮回 轮回也就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心理学跟 佛教心理学跟 这轮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好 这个时候呢 已经诞生了 这个是轮回的诞生 然后我们再看看 轮回的全部的过程 是什么样子呢 那这个诞生了 以后会 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 轮回它会走到 什么样的地方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弦 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 这就是一条线 做成的 然后这个弦 是什么呢 这线是我们的仪式 那么这个整体 这叫做意识流 然后 意识是从哪里单生的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个是佛心 从这个佛心当中 单生了第一个仪式 然后呢 意识就慢慢慢慢地发展 最后到了这儿 它就变成了轮回了 那么这个每一个弦 这个每一个弦 就是代表一个轮回 这样子到了这边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它遇到了一些 四生地里面讲的这个岛 这样子的话呢 那通过这个岛 它就意识的这个部分呢 往下降 然后呢 智慧的部分就往上提升 这样子以后呢 那最后 它就是由回归了 什么地方呢 回归了佛心 回归了佛心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酷鸡棉 酷锡棉的棉 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把这一块 从这地方到 这一个地方 把它摸掉 把它抹掉 就一个香皮擦 把它抹掉 香皮擦是什么呢 用什么东西摸呢 那就是倒 用倒 用倒 这个部分 这个是枯和 这个是枯笛 这一块是枯笛和挤笛 或者是刚才讲的锡 枯和锡 然后呢 通过倒 倒就是像一个香皮擦一样 倒 用倒来 把这个上面的全部擦掉 全部抹掉 抹掉了以后呢 最后的状态是 最后生下来的 就是这个弦 那么这个是佛心 那这个就是灭 灭 这个就叫做灭 这是灭笛 枯笛灭道 灭笛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时候啊 从这个地方呢 诞生了 从佛心当中诞生 最后 就是又回到佛心当中 也就是从灵 开始 最后的时候又鬼灵了 那么这个就叫做 解脱 最后解脱呢 就是这个佛心 佛心 用禅宗的话讲 那么也叫做佛心 就也叫 有些时候也叫做 本来灭目 本来的灭目 这个就是边 我们从本来灭目当中出发 然后呢 最后又回到 本来灭目当中 用佛教的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呢 佛教就认为 任何一个人 他一定会 最终他一定会回到 本来的灭目 因为他是人 本身是存在的 你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 求啊 照啊 就是在你自己的 心的本性 但是因为中中原因 因为客观的原因 有些人呢 他可能觉悟的 稍微要晚一点 有些人呢 会觉悟的稍微早一点 但是人类当中啊 没有一个是不觉悟的 最终他一定会觉悟 最终他们一定会找到 他自己的心的 本性 因为这个是永远都在 自己跟自己在一起啊 所以呢 你以为现在呢 因为一些条件不具备 没有这个环境 没有这样子的教育 所以你也许不觉悟 但是呢 不可能永远都没有 不可能生生世世都没有啊 有一天呢 你一定会遇到这样子的方法 那么遇到方法了以后呢 你一定也会找到 自己的心的本心 所以最终 所有众生都会成佛的 所有众生都 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条生命 不仅仅是人 动物或者什么 地狱什么 都一样 没有一个是最后不成佛的 所有都成佛 因为佛都在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比如说如果是佛 在一个什么很远的地方 我们去找 那这个有可能 真的永远都找不到 但不是啊 佛就是在自己的 心的 心的深处 所以 因为我们各种各样的原因 刚才讲了 有些人会觉悟地早一点 有些人是觉悟地晚一点 但这是实践的 早完的问题而已 最终每一个人都会回归 本心 这叫做真正的回归自然 或者是鬼灵 鬼灵啊 回归自然啊 等等啊 就是在这个上面会体现 那这个 全部的轮回过程 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这个佛性当中 参生了一个轮回啊 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年 最后 又回到这个当中去 那么 这个就是全部的 我们的医师 医师 医师流 我们讲佛教性医学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 医师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医师它会做什么 最后这时候呢 医师它会去哪里 好 这个是一个轮回的 全部的过程 简单的介绍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轮回的全经图 轮回的全经图 那么 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个从我们的医师呢 从佛心当中出现 最后就是 就再回到这个佛心的 佛心当中 那么这个总结 它会干什么 它会经理 那些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从这个上面 大家去了解 这个是轮回的全经图 那么轮回全经图 这个里面呢 这个中间的这一块 我们等一下 把这个图拆开 一个一个地讲 中间的这一块呢 是什么呢 是轮回的起因 我们刚才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佛心当中呢 开始产生了一个 意识 但那个时候 它还没有太多的 弹成痴之类的 后来它就慢慢地 发展了 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轮回 那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发展 变成轮回呢 这个就是在这个图的 中间的这一部分 中间的这一部分呢 有三个动物 竹 然后呢 一头竹 一只鸟 一条蛇 就这三个动物 然后呢 这个一条蛇 跟这个 一只鸟 它们的尾巴 都在这个竹的嘴里 竹的嘴里 意思就是说 它们都是从 从这个竹的嘴里出来的 这样子 那这个意思是 象征什么呢 竹 它象征 无名 无名 这个 贪嗔痴 的痴 痴 实际上 竹也不是 不是那么的愚蠢 有些小竹 特别可爱 特别聪明的 但是呢 就是在传统上呢 大家认为 这些动物里面呢 竹是比较愚蠢的 所以呢 这个竹 它是 象征 象征这个鱼梅 象征这个 池 贪嗔痴的池 鱼池 然后呢 这个鸟 鸟 就是 象征 痰 象征痰 鸟 不一定都是痰 但是呢 有些鸟类 有些鸟类 是有 有些特殊的 特别痰的 有这样子的 不一定所有鸟都痰 但是呢 传统上呢 它们认为 有些鸟 是很贪的 那么 它是 用这个鸟 用一只鸟 来象征 痰 人的痰 那么这个痰 是从哪里来的呢 还是从 五直 愚昧 当中 产生 所以呢 这个鸟的尾巴 就在 主的 嘴里 然后 蛇 蛇我们大家公认的 就是蛇就是很 这个 愤怒 呈恨性很重的 在佛经里面呢 经常也有讲 传统上也就觉得 这些动物里面呢 蛇的这个 呈恨性是很重的 然后 这个就是因为 在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 象征 臣 对象征臣 也就是愤怒 但这个愤怒呢 也是从 五名当中 产生 因为我们 不了解 很多的真相 或者是因为 我们还没有 争无 所以 就是有 这个 痰啊 有尘呢 所以这两个都是 从柱的嘴里 出来 然后这个 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秃的 这个到了 发展 一时先 第一开始的时候 一时 刚刚单身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这个秃里面呢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蓝色的 蓝色的 你看这个地方呢 还没有 痰尘尺 没有痰尘尺 然后就到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红的 黄的 就是开始 但是没有这么重 没有这么重 但这个你看 它还是有一点点 这个时候呢 开始形成 开始形成 这个 这些都是 显宗里面 没有这样子的 结实 没有这样 相细的结实 从来都不会 任何一个经典里面 都不会这样子 这些都是 秘法里面的 这个内容 然后 这些突 当然是我们 根据 秘法的 内容 划的 也是一个 象征的 但是这些呢 不是随便 不是随便 划的 它是有根据的 所以呢 开始 参生在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还没有形成 真正的 这个实节 就看到的 很多各种各样的光 人死了以后的 那个阶段 是一样 中阴的阶段 那从这个地方 从蓝色 这个地方呢 就开始 形成了 开始形成 轮回 这个时候呢 就产生了 刚才我们这个 轮回图里面 看到的 这个中心的 这个图 那么就是 它这个 开始形成 那形成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 这个周边的 第二层图 然后第三层图 然后就是 第四层图 那么我们这个 要一个 一个的讲解 那 这个 第三层图呢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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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轮回 最后的 这个一个图啊 这个是有十二 有十二张图 这里面有十二张图 十二张图是 象征什么呢 这是象征 佛教里面的 十二元起 十二元起制 十二元起制 这个是我们 大乘佛教 校乘佛教 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所有佛教都会讲 都会讲 那么这种 这种图呢 来自于哪里呢 这种图 是来自于 萧传佛教的 滤经 萧传佛教的 滤经里面 就是将我们的 这个僧人的 经堂啊 僧人的经堂的 大门口 就是正好 就是大家 来来往往的地方呢 就是要 画一个这样子的图 来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 它是什么样的 怎么样形成的 这样 所以这个 我们在汉传佛教的 一些这个 这个射壳的佛像里面 也看到了这个 但是呢 这个汉传佛教 寺庙的那个 外面呢 大部分都是 这个四大天王 然后就再进去了 以后就离了 看不到太多的这个图 那三传佛教的 这个寺庙经堂呢 几乎每一个经堂的 那个 那个外面这个门厅 里面 这个就是要画的 门厅里面 就有这个图 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图 那么这个图的 这些设计 或者这些这么画 都是 都是来自于 这个印度佛教 来自于 小乘佛教的旅经 当然 大乘佛教和密法里面 也有讲 是这样子 这个图也不是 我们创新的 就是几千年 就是这么下来的 一个传统的 一个方法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图拆开 再看看它什么意思 尤其是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呢 就是这个周边的十二个图 周边的十二个图呢 十二元起 我们要了解一下 十二元起 这个特别有意思的 这个图呢 我们刚刚已经 给大家揭示了 这个竹鸟 这一只鸡 竹鸡 一只鸡 还有这个一条蛇 这个是画在这个整个轮回的中心 那么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整个轮回呢 就是因为贪嗔痴 所以就产生了 那么佛教心理学里面 就是将我们的负面和争面 那负面的这个情绪当中 情绪当中最负面的 最严重的 这个有三个这个情绪 有三个情绪 有三个心理状态 一个就是痴 就是愚昧 也就是说 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个愚昧呢 是什么呢 什么叫愚昧呢 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比如说 有些少为聪明一点 有些比如说 读书读得不好的 学习学得不好的 是不是这个愚昧呢 当然不是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 特别聪明的 也是就犯这种愚昧 就是我们所有人类 都是这种 都是这样子的愚昧 这个 在这个愚昧的基础上 有些人是特别的聪明 所以我们的世俗人 这样的这个聪明 跟这里的愚昧 是完全是不矛盾的 不矛盾的 所以 这个愚昧是什么呢 这个愚昧不是我们 学习学得好不好 成绩好不好 不是这个 这个愚昧是 我们不了解 我们自己是什么 我们不了解 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它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愚昧 这叫做愚昧 这个是一个 很深层次的愚昧 并不是说 我们表面的 有些人稍微聪明一点 有些人稍微 这个翻译 稍微赤尊一点 这个根本不是 这种愚昧 谭称词 这个是佛教心理学里面的 他们认为最最最严重的 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 它就到着了后面的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这个轮回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 这个第二层的图 第二层图 那么第二层的图是 它一边是黑的 一边是白的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轮回 可以分两种 一个是黑 一个是白 那么白 是善渠 用佛教的话来讲 叫做善渠 黑 这叫做恶渠 善渠和恶渠 渠就是 因为我们造了各种各样的义 然后呢 就是进入了这个世界 去这个世界 就走到这个世界里面 走到这个 就比如说黑暗的世界里面的人 叫做恶渠 走到阳光的世界的人里面 叫做人 叫做善渠 那么黑暗 就是下面在粉 那个后面我们 第三层图里面就有了 首先第一个 还这个阳光的这一面呢 也是我们下面在粉 这是首先第一个 善渠和恶渠 佛教很多时候就把整个轮回去 分成一半一半 善渠 恶渠 这就是善渠和恶渠 然后我们再看看 开始看这个 这个十二元期了 我们可以开始看这个十二元期了 那么十二元期 这个善渠和恶渠是 怎么样形成的 我们下面就了解这个了 我们刚刚讲了这个轮回是可以分一半一半 一分为二 那么善渠和恶渠 那么善渠和恶渠 是怎么样形成的 它形成的果成是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再来看 那么这个形成的果成呢 那就是十二元期值 十二元期值呢 就是长尔寒经 这个长尔寒经呢 汉传佛教里面特别的全 这个长尔寒经 特别全 藏传佛教里面呢 只有这个长尔寒经的一部分 一部分不全的 这个长尔寒经里面的这些经 每一个经都只有 一页两页的很短 但是呢 好多好多的大 那个藏传佛教里面不怎么全 那么这个里面呢 长尔寒经的卷石 大圆方边经 这个当中就讲了 讲什么呢 远持有形 远就是淫缘 因为持 持作为淫缘 然后单生了什么呢 单生了形 然后呢 远行有实 又就是说 心它就变成了淫缘 也就是变成了淫 然后就有什么果呢 有实 产生实 这些我们可以慢慢下面 一步一个一个的了解 然后呢 远石 有明蛇 因为蛇 作为一个淫缘 然后呢 它的过是什么呢 它的过 就是明蛇 然后呢 远 明蛇 又把明蛇 就变成了淫缘 又什么呢 又产生了这个流儒 反正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简单讲 这个十二个元旗值 前面的都是阴 后面的都是过 然后呢 后面的呢 也可以既是前面的过 又是后面的阴 它既是阴既是过 这样子 然后呢 到了最后的时候呢 又开始就循环 这个十二元旗 最后的时候又开始循环 然后这个元 六如 有除 元出有受 元有 元收 有矮 元矮 有渠 元渠 有幼 这个幼 后面这个字 有 后面这个字就是 有就是三幼 就是三解 佛经里面经常讲 三幼 三幼 就是三解 于解 色解 无私解 或者是整个师解的意思 然后呢 有游 就有神 元游 有圣 远生 有劳 死 有 悲 苦恼 然后后面的这些一大堆的 这些痛苦都会出来的 这个是佛经里面讲了这个 十二元旗 这个十二元旗呢 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的这个 最变相的这十二个图 这十二个图 最变相的这十二个图呢 它就是相争 这个十二元旗 那么我们现在呢 了解一下 我们佛教心理学的意识流 它的果成 是什么样子 它是怎么 它怎么样单 单身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那么单身了以后呢 它会经历 什么样子 它对我们的生活当中 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 那么主要是看看它的 它的这个过程 好 然后呢 我们看 现在看第二 这个第三层图了 第三层图 那么第三层图呢 它是这样子 中间这个地方 中间这个地方画了一条弦 中间这地方就画了一条弦 这画了一条弦 然后这一下的 一下这一下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恶曲 这下面的是恶曲 一二三是恶曲 然后上面的三个 三个 上面的三个曲 就是这个 是善曲 是善曲 但这个里面呢 它制焚了 这个不是溜岛 这个是舞岛 舞岛 舞岛 佛教里面有些时候叫六岛轮回 有些时候叫五岛轮回 有些时候叫七岛轮回 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 因为它 它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 这一辖叫做恶曲 然后呢 它就分 这里是恶鬼 这里是低语 这个是这个 动物 动物的世界 分了三个 三个 然后呢 上面呢 这地方是人间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天人 废天和天人 如果废天和天人 分开的话呢 就溜岛了 那但这个地方呢 它没有分 就是把天人和废天 这两个很多地方 都是相同的 所以呢 把它们 就是 没有分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就叫五岛 如果分的话 人和 有些很多时候呢 叫做阿修罗 天人和阿修罗 或者是翻译了以后呢 天人和废天人 但是这个废天人呢 它的生活 然后身体 然后它的环境 各方面都 比较接近天人的 这样子 然后 这个是叫做六岛 六岛 那这六岛 我们大家要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很多现代人 就是有这样子的困惑 比如说六岛在哪里呢 我们人间我们可以看得到 动物我们看得到 那其他岛在哪里呢 其他岛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 佛经里面 不是说雨 凉海 就是很多 外面的这星球上 不是说有很多这个天人吗 那我们去了登月了 没有看到啊 这到底在哪里呢 然后呢 这个 有些时候佛经里面 讲这个地狱 在这个地下呀 那地下 地形地壳 什么都现在知道 没有发现地狱 那到底是什么呢 不是这样子 这个佛经里面 确实有怎么讲 这个比如说地狱在哪里呢 地狱就在这个地底下呀 会有这么讲 但是佛经里面也有讲 这些都是 不是整整的 是什么呢 佛就是说 这些都是为了大家能够 当时的听众 为了大家能够理解 方便理解 比如说天在天空 地狱在地下 就是这么讲 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真正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 做梦的时候 我们做梦的时候 做恶梦 或者是做好梦的时候 我们的梦里面 看到的世界在哪里呢 如果你要在外面 就是我们新过来了以后呢 如果要在这个地方找个 这个梦里面的世界的 缺切的位置 这个是没有办法找到的 那么梦里面的世界 对做梦的人来说 对做梦的人来说 这个做梦的人的我时 就是梦的世界 梦里面的世界 对这个做梦的梦里面的人来说 这个时候呢 他的我时就不是我时 他梦里面看到的这个世界 然后呢 就是现实当中的这个人来说呢 梦里面的这个世界 不是梦里面的世界 这是他的卧室和他的床 所以六道轮回 比如说我们人来看这个地球 那这个不是地狱 这个也不是天堂 这个就是人间 如果是天人看这个地球 那这个地球也不是地狱 也不是地球 就是天人的世界 天人的世界 然后呢 比如说恶鬼 或者是这个地狱的 他们的人 来看这个地球的时候呢 他看到的也不是地球 也不是天堂 他看到的就是地狱 所以呢 六道轮回 这是不同的维度 不同的维度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都有一条仙 来这个割合的 这个弦是什么意思 到底这些东西是使用什么东西割合的 六道轮回 那就是佛经里面特别清楚地有讲 这就是因为人的业力 隔阂的 什么东西 把这些人 同样都是神明 但是什么东西 就让他们 就生活在这么不同的 这些维度里面呢 那就是因为他们的 不同的业力 就分开了不同的维度 然后每一个人的 自己的这个业力 给他安排一个 他适合的空间和适合的时间 在这样子的地方去生活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佛经的一个 佛经里面讲的一个 轮回的这个概念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人到了 到了月球 到了任何一个星球 当然这些星球上 佛经里面也将很多很多 外星 外星的生命 比如说 《花园经》 《地球瓶》 《花园经》 《地球瓶》里面 讲的全部都是外星人 外星人的世界 外星人的生存的方式 外星人的等等等等 这样特别特别的多 但是这个 《花园经》的地球瓶 《花园经》的地球瓶 韩文版的 《花园经》的地球瓶 我插了 没有这个地球瓶 可能是放在 其他的大乘佛教的 另外其他的 这些 这个佛经当中 有可能 上传的 这个藏文版的 这个《花园经》 其他都是一模一样 每个字都是可以堆得上的 这个 有一个这么 九品 地球瓶 那么地球瓶当中呢 正好讲的 全部都是外星人的生活 那么这些外星人呢 他不是天人 他就是人 他不是天人 他也不是地狱 他就是人 那么这种人呢 这种人 如果有一天呢 就是人类 地球人 到那个星球上 那他是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这个中间 是没有这个 业力的割合 业力的割合 所以他是看得到的 但如果是 比如说像天人 这样子的话呢 那本来就是 这个种类 都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 比如说人跟天之间呢 有这个业力的割合 所以呢 人看到的世界 跟那个 那个天人 看到的世界 是不一样 因为野力的割合 所以这个些 里面呢 他就是画了一些 这个是 这个仙 就是这个意思 简单地说 好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就像这种人 那我们就有点 在这种人 我可以看得到 这个人 我可以看得到 这种人 都不一样 那我们就有点 就像这种人 那我们就有点 那我们就有点 就像这种人 这种人 我可以看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